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所有的革命战争纪念馆一样 它展示着人民军队在过去岁月中的历程和脚步 从1927年南昌城下走到今天 已经过去了70年 70年的万里征战 70年的赫赫战功 这支人民军队不仅在战火中 创造和培育出一整套优良传统 而且在战火中走出一大批英雄部队 这是人民解放军 1949年进入北平时举行的盛大阅兵庆典 在革命领袖和英雄部队的身后 是一条长达22年的漫长的战争之路 1949年3月2日 中共中央委员会与人民解放军总部 前来北平 毛主席 朱总自恋 刘少奇 周恩来 任毕石 林莫宜等首长 在西元品场举了龙重的演乐式 演乐开始了 当我们今天重新越看这段历史镜头时发现 所有授乐的英雄部队 都把他们被授予光荣称号的战旗 排在自己的行列之手 这些战旗记载着他们的光荣历史 以凝聚着他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 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而塑造起来的精神和意志 这些士兵已是塔山英雄团的第五十代传人了 然而产生于战争岁月的优良传统 依然成为和平时期 一代代后来人建功立业的力量源泉 成为众多的英雄部队 维系英雄品格的精神法宝 我们这个塔山精神是我们的革命先辈 在战争年代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 可以说是我们团的一个宝贵财富和传家宝 它是一厢十年 它是一厢什么十年呢 它是面怀前辈 弘扬传统 福音后代 来摘场辉煌的精神文明 先在设计 在采访过程中 我们所到之处 发现每一支英雄部队 为弘扬我军的优良传统 都建立了团队荣誉室 编写了团歌连歌 这些歌曲和荣誉室 几乎浓缩了一部建军史 众多的英雄部队就是这样 以他们特有的弘扬优良传统的形式 构成了英雄部队与众不同的个性基调 这是一位英国传教士三十年代 设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的照片 1921年的7月23号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上海的望智路 现在的新月路76号举行 在党的一大会议上 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 通过的纲领第一条这样确定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 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 必须支援工人阶级 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第二承认无产阶级 党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在自己的纲领中写进革命军队的任务时 中国共产党却还没有自己的 1925年11月 中国共产党以孙中山的 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等基础 从黄浦军校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 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这就是后来号称铁军威正海内的液铁独立团 我们这支部队是我们党最先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 不除了在液铁将军的带领下 在一大批共产党员为中间骨干的组成 这样一支部队的情况下 尝照了铁军的声音 这就是铁的信念 铁的遗志 铁的团结 铁的作风 铁的纪律 1927年8月1日 液铁独立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 1928年4月28日 液铁独立团跟随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与毛泽东领导的香港边界丘收起义部队会合 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战斗序列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在这个部队的荣誉势力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副将星如云群鹰辉映的英雄划剑 这个部队从古剑到现在 共产生了176位开国将帅 在40多年的和平岁月中 液铁独立团新一代代兵人 正是通过学习他们的精神和品格 把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 在英雄部队里重挽开来 我军的优良传统呢 具有广泛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 它是呢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 在创建我军之初 就把呢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同呢 中国革命的世界 紧密的结合起来 创造性的呢 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原则 成功的解决了 在我们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 如何把一支呢 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 改造和建设成为一支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 我军的优良传统呢 它不仅体现了 我军的革命精神 和呢 战斗意志 也呢 融进了我们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 和呢 军事历史上的优秀遗产 因此呢 它在历代的革命战争中 为我军的胜利 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我军的优良传统呢 就它的基本精神 和基本目的讲 就是要呢 坚持党队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呢 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 和坚持呢 我军的革命精神 自由 坚定不移的 来发扬 我军的优良传统 才能够使我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不断的把我军建设 退向前景 下开进来 1996年5月19日 来世界三十多个国家的驻华五官 来到解放战争中 荣获光荣的林芬履荣毓称号的人民解放军某 观看军事表演 1948年春 这支部队参加了著名的林芬战役 面对城池坚固 巨险死守的强敌 这部队以勇敢玩墙 不怕牺牲的精神 先后挖掘破坑成坑道15条 装填炸药 共9000多公斤 硬是用坑道爆破战术 摧毁了敌人的铜墙铁壁 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创造了攻坚作战的爆炸 战后 中央军委授予这支部队光荣的林芬履荣毓称号 成为我军在战争年代 唯一被授予最高荣毓称号的旅籍单位 这支部队光荣的林芬履荣毓称号 网友的林芬履荣毓称号 就是当时的虚相经元帅 收入我们的 这支部队光荣毓称号 现在我们一城仍然把它很正义保存着 这个 就是当时的虚相经元帅 收入我们的这支部队光荣毓称号 中央军委的编制序列发生过多次的变迁 在这历史的变迁中 始终不变的 是部队当年在林芬战役中铸就的那种革命精神 今天 林芬履作为我军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他在向世界各国展示我军现代化建设 崭新面貌的同时 也让各国武官看到了 我军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 已经融进了新一代官兵的血脉 您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我认为这部队光荣的表现非常好 年轻人都看得很健康 每个艱团员都非常好 尤其是非常好 当他们有家人的身份 你能看到的态度在一部队 你能看到的态度在一部队里 很高兴来 这很高兴 没有失败 没有什么 这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很棒的表演 谢谢 让我们洗洗手来 为我们和各个人民和军队的友谊 做出积极的努力 1996年1月22日 在人民解放军某步六连当日科目表上 是摩托化奔袭训练 而在六连的历史上 32年前的这一天 连队被国防部授予 硬骨头六连的荣誉称号 硬骨头六连的硬骨头精神 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中产生的 都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 硬骨头六连的硬骨头精神 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中产生的 战争年代我军装备还处于劣势 却赋予六连兼具任务的瓦子街战斗中锤炼出来的 这是1948年 我军战亭拍下的一段纪录片 他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六连勇士们 为了保卫延安 参加华子街战斗的珍贵历史画面 当时参加指挥作战的王清平将军 至今还难以忘记六连 在这次战斗中的一段故事 有时很多 就带的是热板板 他当班长 他这么样子的时候冲起上去 冲起上去以后 一个班呢 打了之旧的三个人 这三个人最后呢 打了之旧的刘四虎一个人 刘四虎上去 一个人就被四个敌人围持了 刘四虎一个人完全用赤刀的设法来吃死了这个事 后来一番班长啊 手上被敌人的设法压住了 敌人拿敲的设法来砍着一个班长的脑袋 刘四虎砍了以后啊 转身就是一赤刀 就把这个刺打 战斗中 一百四十多人的连队 打的只剩下十来个人 仍在还强战斗 像一块啃不动砸不烂的硬骨头 牢牢地守在阵地上 六连的这种硬骨头精神 从此名扬全军 成为发扬我军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一个范例 纵观人民军队的光荣战时 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战场 靠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 打硬仗打恶仗中 打出英雄本色 这已成为我军英雄部队共同的成长道 当年在解放战争中可以打出硬骨头精神 1952年在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役中 同样打出了上甘岭精神 向上甘岭地区发动了金化攻势 为夺取志愿军两个连的阵地 美韩军队第一天便使用了七个步兵营 发射炮弹三十万发 投掷炸弹五百余美 当时全世界都知道朝鲜有个上甘岭 上甘岭上有一群炸不烂催不垮的志愿军 他们都是当年上甘岭战役的参加者 五三七七八三一号通道 当时的连长 这个是一三五三六两连长 美国主义的战术家呀战略家呀 他也很会计算 但是他计算不了我们 他计算不了我们 我们计算 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 是当年军院军英雄群体的一个作用 在上甘岭战役中 像黄继光那样堵枪眼的 拉响炸药包 预及人同归于尽的 成为所有参战部队中普遍的英雄现象 我翻击下来 把十号阵全部消灭了 战令十号阵地 开始冲向三号阵地 冲向三号阵地 这个时候三号阵地 也就把阵营消灭了 我就当时打上了 这个座碑 这里一块炮弹皮这么长 炸在这里 这个最上一块炮弹皮这么长 一下子 从转子打进去 这个相恶骨打断了 这里一个坝 一个横击 这个炮弹皮 当时就卡在这个骨头里边 去不下来 用手去摸 唐手 横唐了 整个这个脸 嘴巴都是毛毛的 不会说话了 舌头也受伤了 牙齿牙骨都打碎了 当时不会说话 怎么能行的 开着这个部队冲上去了 我就用这个手啊 这样 轮把这个炮弹皮救下来 就在这时候 我们知道要带第二队的上去了 从硬骨头精神到上干领精神 不同的英雄部队 以不同年代的英雄故事 造成的同一个历史命题 所有英雄部队所具有的革命精神 都是我军优良传统 在战争年代的个性化体现 和人格化的名故 他们都产生和定型于 英雄部队的光荣战史中 给后人的一种无价的精神遗产 1991年10月26日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在视察硬骨头六连时说 硬骨头精神 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 所保惠精神财富 这种硬骨头精神 战争年代需要 在和平时期同样也需要 这是硬骨头六连战士们 制作的一尊雕塑 它是用各种大小不同的 蛋壳组成的 既象征着硬骨头六连创建以来 所经历过的一百多次重要战斗 同时也预示着 我军优良传统 代代相传的面条 就是这样构成的 经过岁月的讨喜和静化 人民解放军从创建之初 逐步培养塑造起来的一整套优良传统 已经成为这支军队一代的延续的生命基因 广州军区某部一连 是我军的一个基层连队 他虽然远离北京数千里 却得到了几代军委领导和总部机关的关注和指导 在连队组建之初 毛泽东同志在指派他的警卫排长 龙开副同志到一连任职的时候 就给龙开副同志送了两句话 带好连队 一靠党支部 二靠干部无干 改革开放 之初邓小平同志 两次到我们一连 亲切地接见了连队的军政主管 江泽民同志 90年检查了连队各方面建设以后 亲笔为我们连队提词 这样一个基层连队 之所以受到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等三代军委领导同志的关心和爱护 是因为历史上 他曾经是毛泽东支部建在连上的试点连队之一 洪一连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 我军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 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和期望 而要把这种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扬下去 同样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精心培育和热情营造 这是塔山英雄团的专用臂章 这是塔山英雄团的专用臂章 在全军 几乎所有具有光荣战士的英雄部队 都重视通过各种形式来营造和强化 弘扬优良传统的精神氛围 我宣战 我是红绿后代 我是红绿后代 我是铁军传人 我是铁军传人 像团旗宣誓 这是战争年代中 叶挺独立团在参加作战前的一种仪式 但他却被后来的带兵人一直保持到今天 每年新兵入伍 老兵退役或执行重大任务时 全团官兵都要庄严地面对团旗 举手宣誓 这么多年以来 这个荣誉 我们这个红绢的历史荣誉 它就是我们的训练和工作的一个动力 特别是当这个部队 当时这个极难选中任务的时候 各个连起 往来一查 连长指导员一挥手 就说那大家看看 看我们这是一支什么部队 那么这样一来 全体官兵的实习就鼓舞起来了 登上 连长指导员 前来救援兵 确实声 放心 拜拜 这是空军空降兵某师 黄继光连每天的例行点名 放心 黄继光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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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连队 每天坚持点黄继光的名字 全联干部战士 齐身 达到 这一光用传统 至今已经有45年了 在这45年期间 部队经历过多次枕边 我们由陆军改变成空降兵 但这一光用传统 至少呢 没有光景 而且呢 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 进步得到了发扬和光大 其目的是通过 这是点名 来教育全联的干部战士 要牢记 我们就是新一代的黄继光 当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模范带头的发扬黄继光的 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做千千万万个黄继光 建军七十周年前夕 海军母部海上先锋艇的官兵 开展了一场先锋精神大讨论 他们专门请战斗英雄麦贤德回到艇上 通过自身的战斗经历 将爱国奉献拼搏争先的先锋精神 生动形象的对官兵们做具体的讲解 麦贤德是海上先锋艇 在1965年86海战中有限出来的 闻名全国的战斗英雄 32年来麦贤德和海上先锋艇 经历了不同年代的风风雨雨 但先锋精神始终是官兵们心中一面 不倒的旗帜 终于党 终于主播 终于人民 在平江起义团也有一个坚持了数十年的制度 每年他们都要邀请在这个团战斗过的老领导老同志回老部队讲传统 1994年 病重期间的李聚奎上将接到了 因为当年参加平江起义的李聚奎 就是在这个团入的党穿上第一套军装的 而这一次将军却只能以另一种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冤枉了 在他冰重期间 他一再跟我们交代 说说我准备去部队去让我回去 我没去成 就算你们一定要替我完成我的这个愿望 我去不了了 就希望你们把我的最后一套军装给我送到部队 送给我的家 我在这个部队穿的第一套军装 我最后一套军装 我还要放过一部队 当时我们全团军是隆重集会 我和团长代表全团军接受这份非常珍贵的遗物 我们当时认为这份遗物拿到我们手里以后是沉甸甸的 身上的担子感觉很重 我们认为他不光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式军装 他是把这个老将军老首长一生的革命精神传给了我们 把光荣传统传给了我们 把他对我们这支老部队的后辈人的期待 传给了我们 这里原是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驻地 1997年的5月 当驻地群众举行这次赠送锦旗的活动时 却同时有两个连队接受了锦旗 赠送锦旗 赠给巴连的锦旗上写着 巴连精神代代相传 赠给武警上海总队石中队的锦旗上写着 继承革命传统当好巴连传人 三十多年前 就是以这条南京路作为创作素材 一台轰动全国的话剧 使全国人民认识了南京路上好巴连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 在北京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 受到首都观众和文艺界的热烈欢迎 来天药吗 阿雅的天药 诶 水换兴 叶莱天药吗 不要 你 白衣吃饭 这儿老板挺的外人干什么 站住 快来 快来 走 打哪儿去 军管会 解放军心 请你不要回 你们可有我们的进来 瞧吧 不出三个月就趴在南京牧场 免费发霉挂掉 我说 靠北这双老布袜子换上吧 但是这会儿结实 那也穿 穿着他呀 脚板的硬站稳 过去穿着他推翻了三多大衫 今天穿着他 照样改造南京路 我们的部队 我们党领导的军队 由战争年代 到了和平建设 这是个转折 与或者个敌人 进行 拿枪的敌人进行斗争 转变到 或者隐蔽的敌人进行斗争 当时 毛泽东主席在这里面 就讲到这 告诫我们全党 就是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 在拿枪的敌人面前呀 他不愧是英雄 但是 在汤一宝他面前 进口面前呀 很可能呢 要当忽虎 或者要打败仗 大概今生呢 对这个年代的干部战争 印象很深的 那么怎么样进得去这考研呢 就是要保持啊 两个务必 那么就是要继续的保持坚固奋斗的作风 继续的务必啊 保持啊 前去谨慎的作风 就是这两个务必 所以巴连呀 一进城以后啊 严格遵守纪律 所以能够在南京路上站稳交跟 能够发扬建国奋斗 能够去富士永不战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巴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经受住了新的考验 魏我军探索出一条 从战争年代转入和平时期 如何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道路 因此 巴连迅速成为全军学习的一面旗帜 南京路上好巴连命名大会 在上海隆重举行 国防部副部长许世友上将 宣布国防部命令 授予巴连以南京路上好巴连的光荣称号 巴连连长张继宝和指导员王金文 领受光荣的红旗 这里原来就是好巴连住过的地方 我们是1982年1月份 进入到现在的营房 结果好巴连的情 对我们的官兵来说 实际上还是有一种压力的 因为好巴连 它是从战争领带打进上海 他们在南京路上模范的 实现了我军的宗旨 发扬了我军的优良传统 他们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成为一面旗帜 那么现在这个清风交给我们了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当时我们的官兵思想上有一种压力 因为大家感到 如果某军的传统 好巴连的精神 在我们手上如果失传的话 那讲是一种耻辱 那怎么办 于是我们就好好的老老实的 向好巴连学习 好巴连过去在南京路上怎么做 今天我们就怎么去学 就是这样在南京路 通过十五年来 一查又一查官兵的 不些的追求和努力 在南京路上就实践了 这种八年的精神 这样就是好巴连的精神 在南京路得到了延伸和同样 其实南京路的人民 他也不知道 我们是武精师中队 还是南京路上好巴连 他们认为我们就是新时代的好巴连 那么82年好巴连调放以后呢 就是现在武警师中队来了 他们的服装呢 跟原先那个好巴连的服装不一样 那么老百姓感觉上呢 还是认为这个好巴连 还在我们这个人民广场 还在南京路 还在我们老百姓的身边 老百姓 老百姓 啥子你 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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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胡锦上三名的 胡锦上三名的 胡锦上 你听你说话他们懂不懂啊 懂 你讲普通话 你呢 老百姓 我是江西井阳山的 哦 老百姓 老百姓 你看你 你井阳山我也去过了 不是你们的地图 你呢 报告组长 我是河南南洋设计舰 河南南洋 河南南洋 河南洋 你们就是真是 我们来自无辜是涵啊 对啊 毛主席的为人民方面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在一起了 在石中队荣誉势力 江主席详细了解了石中队的先进事迹 在听到石中队在新的历史时期 学习好巴连深居闹事一尘不染时 江主席为石中队写下了 南京路上学巴连霓虹灯下新一代的题词 1994年7月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 授予武警上海总队 医支队石中队 南京路上学巴连模范中队荣誉称号